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 迈出了人类和平利用外空的历史性步伐 我们注意到世界上许多国家 对这次任务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对此表示感谢 中方对同美国开展航天交流合作始终持开放态度 双方曾经建立了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航天合作工作组 中美政府间民用航天对话机制 以美方要求 两国主管部门建立了中美火星探测器轨道数据交换机制 保障双方火星探测任务长期顺利运行 但当前中美航天合作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 根源在与美方沃尔夫条款等国内法 阻碍了两国航天机构正常的交流会话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推动中美航天领域的交流合作 就应当采取务实措施消除这些障碍